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 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Vivian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道 即将失传的传统台式年菜 它有超多种的叫法 年钱菜 兜钱银 咬钱菜 也有人称它 芡番薯粉或是韩鸡粿 哎呀叫法真的太多了 这道菜在搅拌的过程中 不断的将所有食材聚拢粘合在一起 象征着把财富跟福气全部都拢在一起 是一道带有吉祥寓意的台式年菜 这道菜除了可以趁热吃 做多的没有吃完 隔天可以煎着吃 也可以气炸一下哦 里面的配料也各个都有吉祥的寓意 别让好菜失传了 赶快动手做一下给它传承下去 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 文字食谱的连结未会放在资讯栏当中 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 首先先把食材前处理一下 反正就是该洗净该去皮该泡水的 处理过后全部切成丁状 或是切碎切圈 反正就尽量让食材大小一致一点 食材很有意境 有吃了会勤劳的芹菜 会变聪明的青葱 会仔细计算的蒜苗 还有吃了会美丽的胡萝卜 然后台式的香肠 五花肉都可以提鲜 一样都切成小丁状 反正食材大小就尽量一制就对了 喜欢芋头的也可以加一点芋头丁 因为这个芋头要熟透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可以先用微波稍微打一下 容器里面加一点点的水 我放入水波炉当中 直接用高瓦数 1000瓦打个三分钟就可以 再来这个是台湾本土的地瓜粉 传统都用纯地瓜粉 如果你喜欢更Q一点的口感 可以改用马铃薯淀粉 甚至想改成莲藕粉也都可以哦 不过每一种淀粉的口感 都有一点点的差异 我们这边先调个粉浆水 等等要用这个粉浆水来勾芡 其实不算勾芡 因为整体质地更浓稠 但手法很类似勾芡 所以我称它为勾芡 粉浆容易沉淀 所以要确实的拌匀 下锅前记得还是要再搅拌一下 这就放一旁备用 全部食材处理好 来个大合照 其实这道菜一点都不难 最难的就是前处理这些食材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爆香爆炒所有的食材 先下五花肉跟香肠煸炒一下 让肉的油脂先释放出来 先中大火把这两个食材先炒一下 煸出油脂 懒得先炒也没关系 直接加入其他的食材 反正全部一起混拌炒 还是可以释放出油脂 刚好下锅的这几样食材都很耐炒 就把他们的外表炒到微微的金黄上色 香气四溢 接着可以加入熟成好的芋头 没有微波炉加热的 可以直接蒸一下也可以 接着我们加入所有的调味料 也是出锅炒一下 香气会更好 白胡椒粉可以多加一点 香气很搭 最后淋上些许的冷压芝麻油 把所有的调味料跟材料翻拌均匀 这时候会闻到浓浓的香气 炒的差不多后 我们可以加入清水 甚至可以是高汤 我是加入清水 这个部分要注意水量多寡 跟Q弹口感有关 牙口好喜欢Q弹一点的 记得水量就加入250毫升左右 因为想给我老妈吃她牙口不好 我影片就加入400毫升的水 全部大滚之后 我们加入芹菜末 清蒜蒜绿的部分跟香菜 其实我的芹菜改用的是芹菜管 比较嫩 你可以选择普通的芹菜就好 全部翻拌均匀再煮一下 让整体食材风味都融合 然后咸度也可以再做最后调整 刚才调好的粉浆水下锅前再搅拌一下 然后再倒入锅中 就直接倒入全部 边倒入就边搅拌 就像在勾芡一样 但整体其实比勾芡浓稠更多 要不断的翻拌哦 然后翻拌过程也会觉得阻力越来越大 不断的翻拌 让白色的粉浆转变成透明 拌的过程可能手会有点酸是正常的 越浓稠的版本就越有粘性 阻力就越大 那我用的这个锅是 美亚新款皇室级的不粘锅 更耐刮超不粘 开团优惠中有需要的再跟我要连结 用不粘锅做这道菜的优点 就是完全不粘锅没有耗材 当然想用其他锅具也可以哦 完成的年前柜 咬甜菜就可以上桌咯 热热的吃软软糯糯的非常好吃哦 水量少一点的版本就是QQ弹弹的 不管水多水少版 软糯还是Q弹都非常好吃哦 没吃完的可以放冰箱冷藏 变硬了就切块像萝卜糕一样 传统都会下锅再煎一下 煎到表面脆脆的 现代版可以微波加热一下 或是气炸锅气炸一下 也非常好吃哦 我还拿那个润饼皮哦 直接包进去 感觉里面一口爆浆哦 超好吃 超级好吃的年菜 兜钱饮咬钱菜 等你下作业咯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他做给你吃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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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